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怡 来跟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乐观情绪提振了今天 亚太股市开红盘 但是收盘的时候表现分化 内地降准 今天A股则是高开高走 新加坡2019年的经济增速 十年来最慢的 面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 东南亚国家一直最低工资上涨 陈建光经济学家说 要构建中日韩星三角 跟新生谈谈的是 全球三大经济板块 今年会重组 东亚是不是会后来居上呢 曾经2019年年底 全球股市乐观的上涨气氛 今天2020年许多亚太区股市 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个交易日 今天开盘的时候都是上涨的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表现分化 大家比较关注的像是A股 今天收盘的时候也是大幅度向阳 港股也是一样 继续上一个十年 在收高在记录高位之后 亚洲股市今天是以上涨 开启了新的十年 路透社这样的一个标题 令人感到兴奋 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 在昨天宣布降准 提振了今天的中国股市 也为亚太地区的股市带来助力 还有美国和中国 将很快会签署贸易协议的消息 也使得全球投资者感到鼓舞 我们看今天的股市表现 今天内地股市延续假期前的涨势 互生两市在今年第一个交易日 双双开出红盘 那么在互指方面 一度上探3098点 触及去年4月以来的高位 但是在3100点之前遇到阻力 两市我后小幅度的回吐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 上证宗旨收盘报 上升1.15% 报3085点 成交额放量到3272亿人民币 宣证指今天大幅度上涨 1.99% 报10638点 成交额放量到4243亿元人民币 创业版今天也是升到了1.92% 那么收盘的时候 有1832点 恒生指数今天上升353点 收盘28543点 升幅1.25% 主板成交908亿港元 台湾股市假期之后开出红盘 电子权重集体拉升 推升指数上公道 12100.48点 升幅有0.86% 在这样的亚太地区股市表现之后 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股市是修饰的 这个大家就在关注的就是降准 接下来会如何影响A股的市场 分析认为在昨天央行公布的降准 是符合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的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分析看起来就是 春季的A股行情应该表现会是不错 马上请跟人来谈谈 这叫稳中有进 咱们老说稳中有进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我很赞同这次 其实去年年底这个李克强总理在视察 他讲过这事了 他说我们最近要采取 因为这个整个大的背景是经济下行压力 压力很大 这是全球性的 对 而且呢它都在降啊 对不对 你看特朗普天天跟美联储人闹 他闹什么 他就闹着要降息嘛 对不对 那么日本 咱们身边的日本等等这些 包括欧洲整个这个就是 基本上这个宽松政策 基本上就货币还是要宽一点 因为经济下行 确实已经11年12年的周期了 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再加上有一些贸易纠纷的问题 所以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应该降一些 降准这个呢 直接的还有一个春节的流动性缺口的问题 就是每年春节有一万亿左右 这大家都知道是常识啊 所以这今年春节来的比较早 所以春节前呢放一点水 这我觉得非常好 从咱们的政策 咱们去年731我在这讲过几次啊 731前第一季度的时候降了一下 就是宽了一下 然后到了731的时候 年终的时候呢紧了一下 就是说要堵住 这不提 就不再提 这个叫做稳健宽松 原来叫做 后来把宽松就给稍微的少说了一点 然后大家就说哎呦好 要紧 到年底的时候 咱们觉得还是要再宽一点 我觉得这挺好的 就是宽紧呢 适度进退有据 这是我们现在把握这个 稳健货币政策为基调 但是要逐渐有一点劲 有时候有时候就要稳 这个呢两边呢来进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是好的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和国际 特别比如中美现在达成一些协议 咱们和整个 刚才我讲的整个的这个 从降心降准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有一个协调和整个国际社会 整个国际市场啊要有协调 中美之间也有这个 中美之间的这次谈的这个效果 这个内容里边有一个就是我们 都不会人为操纵这个汇率 但是呢我们会有弹性 就是美国也在有弹性 它也在调嘛 所以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比较正常 而且符合不仅符合市场预期 最重要是符合市场的需求 就实体经济需要刺激 融资的这个成本需要降低 这是个基本点 有了这个一个基本判断之后 我们对于这种小 也不是很浮动很大的 这样一个小型的调整 它总体来说是解决了一个 稳中有进的贯彻和落实 是 昨天宣布的全面降准 在6号要开始实施 而昨天同样开始要进行的 从元旦这天开始进行的 就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指数 对一篮子货币的权重 对美元的权重在下调 那我们看到今天人民币的汇价 对美元继续上涨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 上调148个基点报6.9614 今天的暗价收盘上升 31个基点报6.9631 连暗价今天是在6.9596 到6.9714之间 美元汇价指数今天在 96.4209到96.6355 日元108.6到108.79 英镑1.3202到1.367 欧元兑美元在1.1201到1.1227 有专家认为 今年他们看好的一些货币 包括了欧元日元和纽元 通通都有人看好 因为就是新西兰元 但是呢通通都是不看好美元 因为他们都认为 美元今年应该要开始转弱的 而看好欧元的是 恒生投资服务首席市场策略员 温卓培 他认为欧元今年会表现不错 那么在今年的年底 欧元的目标对美元 应该还会达到1.14 在中国的经济方面 去年我们看到不少的企业 面对内外挑战 很多的实体经济 遭到的挫折确实是很多的 那么从这个财新 12月份的中国制造业PMI指数 来看一下中小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表现会是怎么样 12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数值录得了51.5 轻微下降0.3个百分点 虽然结束连续5个月的回升 但是明显高于2019年前三个季度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数字看中 也显示了企业家的信心 有积极的变化 有助于巩固经济站稳的基础 其他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另外在去年很重要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 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 去年12月全国100个城市 新建住宅平均价格 每平方米15168元人民币 岸月上升0.42% 岸年上升3.34% 升幅比11月扩大0.17个百分点 售价路德岸月升幅的城市有69个 比11月增加14个 北京和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售价 岸月上升0.42% 另外25个城市的房价路德岸月下跌 比11月减少15个 6个城市楼价则跟11月是持平的 而主事研究院的报告也显示 2019年房地产企业拿地稳中有升 新增土地储备金额和面积都是向上的 全年拿地金额超过千亿的房地产企业 有5家比18年增加了2家 那么内地方地产市场去年普遍是降温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岐帆 日前在一个会上就意思说 未来10年内地方地产建设规模会逐渐缩小 地产商数量会大幅度下降 由现在的9万多家跌到只会有一万多家 但他相信一般情况之下 房价是不会大起大落的 当然了现在的趋势是不会大幅度的下跌 而今天有个数字就显示了 光是在2019年全国楼市调控 就达到了620次刷新的历史记录 数字来自于中原地产研究中心 他们认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依然是调控的主要方向 但是调控最严格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不管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或者是P2P金融防控金融风险 要清理等等的问题 过去两年很多的中小企业 统统受到了影响 日子很艰难 2020年该如何走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的是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同时也是中国国有企业 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宋志平寄予2020年的企业 应该怎么走 他说2020年要做正确的事 宋志平说这两年看到不少的企业 倒在了路途上 说这么多年一直伴随着市场的扩张 企业在成长 但是好像给了大家一个假象 让很多企业觉得好像不过如此 好像是无所不能 但是我们只想市场中的春风和雨露 却忘记了也有寒潮和霜冻 所以他认为接下来应该 2020年有五条事情 正确的事情应该做 第一个是坚守主业 多元化的业务不容易成功 要专注和聚焦 要窄而生地做业务 不管是10年20年 做到极致 没有30到40年是做不到的 第二是要有效创新 创新有风险 不能动不动就高科技 要有目的的创新 第三要优质优价 走一条质量上上 价格终上的经营之路 第四要机制改革 机制就是处理好企业效益 和员工利益之间的关系 民企靠机制 国企也是要靠机制 第五是要稳健发展 说以前用了太多的 像是跨越式发展 弯道超车 现在看起来 企业家必须要掌握 稳健和进步的平衡 说稳健中求进步 发展中求质量 变革中求创新 仍然是对企业 非常适用的三句话 下期回来关注 前台消息 我们到时候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支持回到金石财经 2019年的中美经贸摩擦 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影响是什么呢 新加坡出现了十多年来 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 而对于不少的企业挪到东南亚国家 去做生产和制造 而这些国家现在的困扰是 工资上涨是需要抑制这个涨幅的 否则 当这些工人的工资 跟中国工人的工资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失去竞争力 首先看新加坡2019年经济增速 十年来最慢 新加坡在今天公布的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7% 这是初步的数字这么显示 这是09年以来最慢的年度增速 也低于18年增幅3.1% 新加坡方面预计 今年经济增速会在0.5%到0.25%之间 再说一次 新加坡的增速 当局预计0.5%到2.5%之间 而新加坡最大的银行 新展银行预计今年的增幅有 1.4% 另外日经新闻谈到了 东南亚国家抑制最低工资上涨 主要是顾及产业界 比如说泰国方面 最低工资只有上调大约是2% 越南方面最低工资 升幅控制在5% 多一点点 说虽然东南亚各国应国民的强烈要求 上调最低工资 但他们也要为维持竞争力而绞尽脑汁 比如说 这个日本占星机构 它的统计就显示按美元来计算 2015年 雅加达的最低工资是北京的8成左右 但是到2019年 只有9成左右 工资差距在缩小 柬埔寨经边 15年的最低工资是北京的5成 19年缩小到6成 他们可不敢把工资涨得太快 跟中国的工资差距是这些企业转到那些地方生产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么在过去的中美经贸摩擦 这下受到影响 还有韩国 韩国今天公布的去年的出口也是创下了10年来的最大跌幅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 19年韩国出口总额5424.1亿美元 按年减少10.3% 是1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也是韩国有记录以来第三差的表现 产业部说 对外不确定性扩大 经济不景气 导致了去年出口不振 而中美贸易的矛盾 半导体出现下行周期 原油价格下滑 导致韩国中出口总体减少569亿美元 但数字也显示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却增加了3.3% 是14个月来的第一次增长 中国是韩国的最大出口市场 韩国的总体出口当中有四分之一进入了中国 加上芯片销售下滑速度放缓 增添了对全球贸易的乐观看法 有分析是说 韩国出口最早会在2月份 也就是下个月就可以恢复增长了 在去年中美经贸摩擦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东北亚 日本 韩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 而这个两个国家 如果没有掌握中国这个市场的话 他们经济受的影响会是更大的 再加上刚刚举行过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国家 如果能够更加的合力 也许在经贸上更加的一致向前走 可以创造出的影响力就会非常的巨大 来看一下经济学家沈建光的分析 说构建中日韩新三角的中国视角 他的看法是 如何理解中日韩新格局 说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之下 中日韩消解争议 扩大合作并不是纸上谈兵 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沈建光谈到了20年之前 1999年的时候 当时的经济还是日本主导的 但是现在经济已经由中国主导了 同时日韩对中国的依赖正不断在加强 从1999年到2018年 中国在日本外贸当中占比从3.5%增加到了21.4% 在韩国外贸的占比从2.1%升到了23.6% 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他的看法是 在贸易方面 中日韩三国联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中国需求波动对于世界和区域经济的影响 越来越不容忽视 比如说2019年 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下行压力双重的冲击 中国增速下行的同时 日本韩国出口同样也是因此而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他认为要把握下个阶段合作的机遇期 如果说中日韩深化自贸协定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一方面关税逐步减免 互相开放投资领域将有利于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和直接投资 另一方面自贸区建成将有利于中日韩以一个整体 参与跟其他经济体和集团的谈判减少各自为战的局面 所以更新先生就此来谈谈中日韩造就的东北亚 这个经济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全球的区域变化当中 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道的力量 是 这个文章写得很好 它就从中日韩的这么一个地区的变动 大家都在观察 就今年 今年整个全球的经济格局 就板块 地区发展 就低于各地区 比如说咱们一般来说是三大板块 就是北美是一块 就是美加墨 从昨天开始 开始人家开的这个叫美加墨的新协议 这今年是个磨合期 叫重组之后的磨合期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英国投 英欧这块呢 就是以欧元区和英镑区两个 咱们来考虑的话 那么其实他们的情况都不太好 2018是最不好 现在落定一点 可能今年会好一点 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 咱们说实在 这不是很明显 他们还得打美国在 我们外界的力量再进去 是这样 但是比较看好的 是这个东亚这一块 就三大 东亚是起步最晚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 像欧盟 或者是像北美那么一个协定 我们还没有搞成 但是SF已经确定 今年年底争取 哪怕10加5也先弄下来 这是什么概念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圈的 就是等于是10加5 或者是10加6 10加6咱们先不算 咱们不考虑 10加5或10加3就可以 咱们这个量 就正好和北美的量 就是比它稍微还多一点 美国去年20.3万亿 加拿大加上墨西哥 加的正好3万亿左右 你看是这么一个概念 中国和日本和韩国加的一点 20.3万亿 比美国少一点 但是东盟3万亿 关键是什么 它增速快 中国这边以中国为主体 中国是6%左右 咱们说6%其实还要过 但是问题是 东盟也差不多这个数据 东盟这几个主要的大的经济体 都在5% 甚至有到7% 像越南这样 都增速很快 所以这是最大的 全球经济火车头在带动着 而且大家彼此关系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隐患 基本都在铺平了一些 把一些道路都铺平了 欧洲很明显是个动荡 去年18万亿多一点 但是呢 英国退出去 这肯定要退了 敲停退 那就剩16万亿左右 多也就是16万亿 而欧元区去年的增长速度 才有1.8% 今年就再让它涨上一个 就是这个增长超一倍 也就是3%左右 那你想这感觉啊 就是无论是从大的块头本身 静态看 还是从动态的增长看 那么东亚都是有点后来居上 而且现在中日的关系 中日韩的关系 中日韩加上 俄国的能源等等 各方面合资的关系 就是东北亚的整合 然后呢 半岛又在稳定之中 又没有打仗可能 你看这个感觉啊 今后就可能是半岛 加中日 加中日 再加俄国 蒙古 我没有形成一个远东的发展进去 然后就是10加3 10加6 刚才我们讲的SL 你看这一说 就看到东亚这个地方 机会太多 所以我说 我给他说了一句话 叫做现在是 2020可能是一个 三大经济板块 就是美 欧 亚 三大经济板块的重组 调整 互动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格局 和机遇 而这个当中 北美是在平移 大致上是平移 因为它达成协议 他们有个磨合 那么欧洲是动荡 甚至有点下行 东亚这一块是 毫无疑问 是比较的良好 而且在上行 很可能形成一个 真正的一个贸易区 一个真正我们有 希望那种成型的 类似欧盟的这种贸易区 而且这个贸易区 一旦形成 就会产生巨大的 在这个高速成长的过程中 又同时增加了一个 互相协调 同时用自己的这块板块 和美欧去磨合 去互动 又会推动整个全球经济 向前走 是 那么在东亚 这个跟老师谈到 东亚今年 那么后来去上的时候 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 一个经济 带动铁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中国方面 今年很重要的几个任务 包括了要奋力脱贫 要全面奔小康 最重要的一个数字 就是人均会达到 一万美元的 GDP的增长量 就整个的量上来说的话 那么跟新人就要谈 就是人均一万美元的 中国对策是什么呢 结构调整 听更老师 自己来谈一谈 这个昨天 习近平主席讲了 其实他讲了 他其实是讲了三个 三个一 要记住 第一个一 就是第一个中国政府 承诺的一百年的 分冲目标 一百年分冲目标 然后接着就是 在2020我们要达到 这个国民 整个的这个 我们中国经济总量 要达到一百万亿 的人民币的收入 就达到这个水平 人均 那当然你除就出来了 人均的呢 人均GDP 人均GDP就按美元算 是一万美元 一万美元 这是个坎 咱们都知道 咱们懂一点经济人都知道 这是个中等收入的一个坎 这个话题一出 大家都很幸福 昨天我就看到 哎呀 好多那个 不是搞经济的这些朋友 就很幸福 哎呀 我们中国终于到 人均一万美元 你看这什么感觉 可是呢 我们这个学经济的人呢 一般来说 两个感觉 第一个就感觉到了 人均一万 哎呀 马上就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接着想到 中国不要落到 中等收入限制 你看这就是改革思维 就是我们是从中看到 拘安思维 拘安思维 同时 而且现在也不光是 拘安的问题 有威啊 有很多的中国 有很多问题 都在好像 现在世界上 下一个中等收入限制 很可能 大家都指向中国呀 研究者都在研究中国 因为印度 还排不上 印度肯定也是 中等收入限制 一个类型的一个国家 可能性很大 但是它现在收入 还比较低 它还没有真正 达到我们这个水平 像其他 像越南 它还快头小 中国的影响 而且中国是 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有这个作用 刚才我们讲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中国人 一定要有这种思想 就是我们要用 改革的思维 要用发展的理念 来观察这一万美元 而不是以一个 坐吃山空 坐享其成 骄傲自满 更不可取了 肯定我们还远远 没有到那个时候 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很简单 我当年学这个时候 我就给他盖回两句话 一个叫高不成 低不就 高不成就是 我们发展到一万之后 上不去了 没有技术升级 产业升级 企业升级 产品质量升级的 这种能力了 这个动能 逐渐地衰退了 这时候就高 就高不上去 和人家发达经济体的 那种高科技的 高附加价值 不能比 我们进不去 低不就就是什么呢 可是我们的公司 涨上来了 劳动力的成本上来了 所以就使得 我们又不能够 像过去那样 来享受我们劳动力的 廉价劳动力活力 就那种 就那种那个红利 我们能够取得 更好的一个 吸收外资 吸收各个产业 向我们中国转移的 这样一个魅力 又有点 这就形成了 中等时候 第一个特长 叫高不成低不就 就卡这个字 卡在这了 第二个叫外不成内不就 什么意思 就由于我们的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 成本的问题 各方面的问题 形成了一个 竞争力下降了 竞争力下降之后呢 我们外面 外销自然就减少 减少之后 我们就希望 能够在国内内销 内需 可是内需呢 由于真正的那种 中产阶层的这种 为主的这种 社会中产 社会的这样一个形成 面对种种困难 比如说 社会的这种 两极分化的 就基因技术的问题 比如说腐败的问题 比如说整个 体制改革的问题 各种 各种结构 调整不利的问题 等等啊 这就形成什么呢 就形成我们可能 内需的这个刺激 也遇到 其实中国现在 面对这个问题啊 就我们人均一说 我向来就 我一直我就认为 中国有 中国特色的人均概念 中国的这个人均 就所谓我们讲 人均亿万美金 到了中国人的身上 根本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什么中国 这个社会太不平等了 这个两极分化太厉害了 我们还不要讲 腐败这种违法 就是合理合情合法的 这个东西里边 也是一个极度的一个 而且这个分化 是一个趋势 不是在走向均负 而是在走向分化 这种现象 就非常容易导致 这个中党收入陷阱 就是说会形成 外不成 内需又不救 就出现这种毛病 所以这个内外和上下 这高不成低不救 这两件 我们要凝记这两个东西 怎么解决 很简单 调整结构 四个字 调结构 第一个结构就是 技术结构要升级 产业结构要升级 然后我们整个社会政策 法规结构都要调整 整体上用调结构 来突破 这个中党收入陷阱的 这种制约 这样中国经济 才能真正进入 高质量的一个 发展新阶段 谢谢更新先生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